欸唷 劉士忌 天天有更新 大家好 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賽爾特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姆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橘色是選擇的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伐木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賽爾特人除此之外 工程器的攻速也是最快的 他的工程器的血量也是遊戲第一 步兵的跑速也是遊戲第一 所以賽爾特人本身有各種特殊能力 但是他的科技線並不是非常完整 沒有火槍跟火炮 而且也沒有三級馬鎧 也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三級的弓兵鎧 所以他在一些實戰上來說 會有一些科技不足的問題出現 所以賽爾特人也不算是非常強大的文明 但是他在團戰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文明 他在團戰來說 常常被稱為團戰之鬼 但他來說的話其實勝率也不差的 但就是 需要有點吃判斷跟經驗 畢竟賽爾特人的科技線來說 是有點缺乏的 所以必須要經過大量的實戰 然後去測試一些戰術 像什麼聖頭之類的 要掌握好這些技術之後 賽爾特人的勝率才會提高一些 算是一個比較偏進階的文明 好那接下來來看一下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農田的效率會增加10% 那除了打步兵之外 他也可以打奇兵 步兵的部分則是有王家四仇 可以增加步兵的攻擊擴散效果的能力 那每砍一刀呢 這個步兵都會有擴散傷害效果的關係 除了打槍兵或是劍兵勇士 都也是蠻適合斯拉夫人的 那後期呢 可以打 可以考慮打這個攻城器 配上步兵喔 還有這個貴族鐵騎 作為搭配喔 會比較適合斯拉夫人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這場對決是蠻特別喔 兩邊都是算是步兵文明喔 那賽爾特人喔 本身也算是半個遊俠國 他雖然有遊俠 但沒有平手跟三級馬卡 所以他的遊俠是非常脆弱的 但攻擊力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那本身來說 斯拉夫人也是有這個問題喔 雖然他有三級馬卡 也有三級品種喔 但是他卻沒有遊俠這個科技喔 那前面來說算是普普通通喔 並不會太強 但是如果打貴族鐵騎的話 就另當別論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黃金在左邊 果子在上面喔 那手在後方 有三片幕區 那這個圖基本上也是合格喔 雖然黃金在前面稍微有點煩惱 而且有這個高處喔 這個高地 這個高地如果被空下來會很難受 所以他一定要被迫往外這樣子圍喔 圍一條過來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盡量把這個高地圍在自己的領地裡面 好 那附近的部份看一下喔 兩邊一個在後面 那還可以喔 有一個在後就可以了 一個在外外有點慘喔 而且是靠地人那邊 好 那來看一下薩爾特這邊喔 薩爾特也是喔 金子在前方 然後上方有果子 左邊有石頭 下方有黃金 左邊有 那薩爾特人的圖 看起來是更好一點喔 一樣是三片幕區喔 那他的資源點喔 是比較偏向於下方喔 這個 都是有在後方的 雖然前面一樣喔 會跟斯拉夫人一樣 都是會有被控制的可能性喔 好 那這邊看到薩爾特人 已經出了兩棒棒 好 準備要來轉打這個 兩棒棒 轉弓兵 或是肉馬 那這邊一個夾殺 直接拿掉了一隻村民 哇 薩爾特人這邊直接夾殺 夾得非常漂亮 這也在用一隻肉馬 去卡這隻村民 差點就卡死了 好 按了一隻槍兵出來 想要直接正面硬打 那薩爾特人這邊 並沒有轉裝甲步兵 而是二棒棒 繼續追逐 好 這邊民兵 可能會 就繼續追這個槍兵了吧 因為弓兵快出來了 好 那斯拉夫人弓兵一出來之後 這邊民兵應該做不到其他事情了 但這個時間點 已經拿到一吋的優勢 其實算是蠻賺的了 好 那我們看薩爾特人這邊 弓兵也轉好 而且轉的是弓兵 而不是毛兵喔 那一級射還沒有點喔 這就有點小偷了 因為通常冰工場 冰工場這麼早下 那你可以更早去點這個一級射 去壓制敵呢 用這個毛兵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打算的話 反而先下冰工場的話 有點不太划算喔 那你可以先下農田喔 可以讓自己機器再更好一點 所以薩爾特人這邊細節 沒有打到一個最頂尖喔 那算是一個標準化流程 但你要說標準也不到非常標準 就是一個正常的玩法 好 斯拉夫人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一級射點下了之後 看要不要再補一個易防喔 但是目前斯拉夫人並不知道 薩爾特人出了多少的弓兵 如果他有再去探查的話 應該會知道 但好像沒有去看 好 弓兵先在這個高地做個防守 有看到嗎 唉唷 馬上看到 射死了一隻民兵 後方弱馬看到也是撤退 OK 正面護打一下 先射掉一下弱馬 棒棒還在追擊 好 剩下少量的單位 這兩隻毛兵配一隻弓兵 應該可以收掉這三隻弓兵了 那兩邊呢 應該封建時代就到此為止了 那薩爾特人這邊又拉雷陀兵過來 想要繼續進攻 這邊是有打一個混搭策略的 好 弱馬上去 結果沒有解掉 兩隻毛兵可能會被秀掉喔 好 射掉了一隻弓兵 好 這邊高地繼續 站崗 哇 又抓到了對方弓兵過來的路徑 好 看來弓兵做不到其他事情了 好 毛兵中路解掉 好 這時候斯拉夫人點一下了城堡塞 塞爾特人這時候也點了 兩邊差距約為10秒而已喔 差距並不大 那兩邊就是一個正常化流程 但是斯拉夫人這邊是有補一個輪走喔 所以經濟來說 應該現在是比塞爾特人喔 這邊好一點點吧 應該是差不多啦 因為村民差距有差蠻多的喔 39村對33村 好 這邊的弓兵直接撞了進來 第一時間是攻擊敵人的弓兵 而不是攻擊後方村民 因為這邊的弓兵數量不夠 毛兵數量反而是比較多一點的 去換一點弓兵出來喔 反而是更賺的 然後這裡會比較建議喔 弓兵直接拉走 用自己的毛兵喔 繼續打就好了 對啊 他這裡有點太晚拉走了 這麼晚拉走 這個血量都慘了 而且又多損失了三隻弓兵喔 其實不太划算的 這個斯拉夫人的細節也沒有打到最好 但沒有關係 這場比賽本來就是沒有到這麼頂尖喔 這場比賽我記得是1800還是2000分左右的比賽 雖然也算是非常高分的喔 以Law來說的話 就是賺1賺2的那種等級喔 對我來說 大概是這種等級的玩家了 所以斯拉夫人喔 他這邊也沒有打得太差喔 算是能接受的 至少後面細節都還有做到 好 那 薩爾特人這邊直接爆了一大堆弓兵 轉為奴兵之後 也按來幾隻騎士喔 好 薩爾特人這邊打算要補一個一級的馬鎧 這個一級馬鎧好了之後 稍微就可以抵擋住奴兵的傷害了 而且這邊奴兵數量並不多 好 這邊決定要前壓 這邊滴木搶出來 騎士會衝進來喔 來看看這邊騎士衝進來 哇 直接BBQ 只能過著收村 沒有辦法 後方的弓兵也過來了 這個騎士衝鋒 讓斯拉夫人喔 直接損失了大量的經濟資源喔 被迫收了非常多的村民往後拉 好 但是斯拉夫人這坨弓兵也是 成功溜進去薩爾特家裡的後方 只要溜到後方的話 後面這些伐木的村民就只能逃難了 哇 這邊很尷尬 兩邊都是被鬧到了一點 那斯拉夫人這裡還好 至少這邊就是城鎮中心喔 還沒有像他這麼慘 直接被留後面喔 木頭區的村民直接大逃殺 但是還好有工程器製造所的投石車出來了 OK 攻擊速度夠快 應該用投石器就可以搞定 好 左邊這裡被打出一個洞來 上方的這個木區也要被騷擾到 好 後方開出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那現在斯拉夫人有點斷木頭了 有點斷木頭的話會有點危險喔 原來斯拉夫人最基本的支援就是木頭了 沒有木頭的話 想做其他事情都很困難 那如果有肉精的話 還可以轉點騎士喔 但是現在目前斯拉夫人騎士數量 要堆疊起來也有點困難 現在要打得贏的話 講實在的 不好打贏啊 真的是不好打贏的那種 好 可能要轉更多的工兵出來吧 畢竟現在有雙射箭場 繼續出工兵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工兵直接回來救一下 那這邊工兵回救看要不要轉點槍兵喔 但轉槍兵的話又會被後方的工兵給射爆 所以現在要思考的事情是 要繼續開農嗎 還是要轉工兵 好 這邊村民被抓到有點慘 又要再損失一些村民 村民差距已經落後非常的多了 50村打42村 村民差距越為8村了 好 這邊工兵雖然不夠 直接被壓著打 後方在城市中心稍微做了一點事情 那軍力上來說 斯拉夫人還是相當落後的 好 右邊這一塊木區 稍微把這個木頭給挖了回來 好 工兵再繼續對射 這邊騎士居然在這邊偷襲傷害 好 但工兵也沒有離前面騎士 直接上前映射 對著對方的工兵就是一陣爆射 哇 看來做到蠻多效果 工兵只剎5隻而已 這波解的還算可以喔 雖然自己所有的工兵全部送掉了 但至少對面的工兵沒那麼多 稍微能打了 好 工兵也就去往前 紅石車跟弩炮也要往前派了嗎 不守家了 好 斯拉夫人現在遇到問題 非常的麻煩 這一坨工兵加騎士喔 真的是不好解 繼續轉工兵喔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也可以考慮喔 轉這個戰毛兵 配老頭的打法 也很適合現在這個情況 但現在老頭又很怕被工兵射到 所以戰毛兵數量要夠多 才有可能反擊的回去 那如果你是出毛兵的情況 騎士就很難打贏喔 如果你什麼都想要打贏的話 就直接出奴兵喔 是最好的選擇 但如果出太多奴兵的話 也會導致自己要派更多村民 去挖黃金喔 然後自己的其他單位 可能就會有點難出 甚至經濟商會做出一個不協調的一些情況 那如果是 在毛兵配上騎士老頭的話 可能會更適合施拉夫人喔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喔 是因為騎士跟毛兵喔 都是吃肉單位喔 那施拉夫人本身就有農田的效率增加喔 其實打肉吃肉單位喔 是比他 比打這個吃積木的單位 還要更好一點的喔 所以如果細節要打的話 要去特別注意一下自己的文明特色喔 盡可能的去往這個 有經濟加成的單位有去打 或是玩這個文明來說 壓力會更小一點點 好 斯拉夫人這邊轉出了三馬 就開始在轉騎士 OK 轉騎士的話 斯拉夫人也有優勢喔 我們剛剛說到的 他有這個柴肉優勢之外 自己的騎士還有品種科技的優勢 所以種種優勢看起來 斯拉夫人真的是打工兵喔 還不如去打騎士喔 會更好一點 這邊三TC補下 其實他也沒有很努力的喔 在做防守 都是稍微防守一下而已 好 這頭工兵直接衝到正面 抓到了一台投死車 投死車有機會回頭打一發嗎 沒有關係 但後面還有一台 這裡工兵沒有彈道學的關係 射得有點歪 這隻騎士居然被跑掉了 好 正面投死車繼續拆除城鎮中心 裡面的村民有九隻一直都沒有在工作 村民差距其實像是差九村的喔 雖然64對64 但是村民上來說是效率是比較差一點 好 騎士直接全部上前 第一時間攻擊的是對方的騎 這個投死車 喔 不是騎士 那攻擊力數量還是有點多 好 但對方現在有高地優勢 哇 這就是我們說的喔 禁止在前方又有高地的時候 被踩住就很難受 那賽爾特呢 確實也利用這一點喔 一直踩著這個高地喔 讓他立於不敗之地 然後加里呢 再產出一些投死車喔 做防守其實就相當足夠了 好 那這邊也是要開出自己的城鎮中心喔 不然村民上來說 還是會有可能會有落後的情況 好 這時候斯拉夫人點下了跟蹤技術 有跟蹤技術之後 追擊對方的攻兵喔 或是要報仇 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那現在等跟蹤技術一好 待會就可以把騎士往上 衝上這個上坡 衝上往下打 可能會打出一些不錯的戰果 但是對方騎士喔 目前還有十隻喔 所以至少自己的騎士 要高於十隻的時候 再衝會更好一點 好 這邊直接衝上高地 結果人家的攻兵直接走下來 理都不理 變成他們在控家裡 兩隻騎士 三隻騎士衝到了正面 想要來拆除後方的投死車 但是裡面有一隻老頭 直接瞬間 招搶掉了一隻騎士 這隻騎士沒有把殘血的投死車給收掉 稍微可惜了一點 但正面騎士又再次上前衝鋒 工兵也是到了高地 要做一波反打 好 騎士上前扛 工兵往後拉 好 正面看起來 騎士沒有辦法突圍成功 這一波斯拉夫騎士衝得有點太快了 有點在下水餃的感覺阿 但還好 工兵的數量已經被打到了 剩下不到五隻 好 六隻才對 應該剛好五隻 四隻 OK 但這邊都是殘血的騎士 跟工兵了 稍微再反打一下 應該還是能解得掉 好 這一波斯拉夫人 成功的使用自己的騎士 反擊了回去 工兵也拉了回家 做防守 但也不需要了 那薩爾特人目前 由於有天生的木頭加成 那木頭有點爆的太誇張了 趕快去撒更多農鐵 或開城市中心 會更好一些阿 剛剛由於盲者在控兵 他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去撒農鐵 這邊可以考慮先蓋一個魔防 再去撒更多一點 後方這裡可以再蓋一個城堡 這邊再把這個東西都delete掉 插個魔防開農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正面的騎士 但是就上前衝鋒 就被薩爾特人的生女給招翔掉了 正面這個城堡 看起來是要無事了 不然繼續衝撞正面會很難受 好 那斯拉夫人這邊補下更多騎士 並沒有想要斷騎士的意思了 想要用繼續強軍事 讓家裡有安全的地方 可以繼續開農 那斯拉夫人這邊 最好是這個地方 或是下面這個地方 木頭去 再開一個城鎮中心 會更好一點 結果外面已經偷挖了 結果偷人在偷挖野精 這邊也不是他的野精 這個是 對 這個是野精 對 三個金礦是野精 沒錯 數量確認過 確實是野精 好 那正面的附近也想要空下來 好 正面都打出了一個破口 騎士直接衝到了薩爾特後方的農田 但一衝進去 就看到了自己的城市中心 那薩爾特人也是想要把大軍往回拉 回救一下 但這邊有偷使車跟老頭在的關係 移動速度非常的緩慢 第一波想要拯救需要花點時間 但這邊也沒有損失掉太多的村民 都已經及時的收到城市中心裡去避難了 所以目前來說 薩爾特人村民術還是優於斯拉夫人 95村對上88村 好 正面投石車的中心快要回來 拉了一些槍兵正面硬戳 戳掉了幾隻騎士 薩爾特人這邊的基因技喔 已經快要可以點下帝王十代了 好 這邊稍微斷村一下 準備來點帝王 那薩爾特人這邊有點尷尬喔 肉跟基因都不太夠 這一波交戰喔 有讓薩爾特人稍微小小傷到了一點經濟喔 就這麼一點點 原來村民術來說還是領先的 那薩爾特人可以考慮補個輪走技術喔 不然經濟來說會越來越慘喔 比這個薩爾特人更慘一些 好 上皇騎士想要再上次 繼續向前 抓掉了老頭 左邊老頭也被收掉 三隻老頭被打爆 後方的四隻騎士直接往後衝鋒 打掉了頭石車 但這邊有太多騎士跟槍兵在的關係喔 所以硬打並不是名字之取 但是已經抓掉了三隻老頭 加上兩個頭石車 已經相當的划算了 這波衝鬆並不會太虧也不會太賺 其實有點小虧吧 好 騎士過來 看到前方有非常多的聰明想往前 應該是意識到他想要過來蓋城堡 但這時候斯拉夫人並沒有把家裡存的 騎士也往前派 好 這邊直接上高地 直接蓋寶 好 要不要回頭打一下呢 這波蓋寶有點小傷喔 斯拉夫人這邊偷了太多的經濟 而且已經點地龍時代的關係 所以這邊正面傷害來說會有點卡不太住 被跟城堡被蓋起來是註定的 但還好後面還有一棟城堡可以防守 而且先上到地龍時代的也是斯拉夫人 所以待會斯拉夫人喔 也可以轉一些巨型投資機 過來開拆正面城堡 自動城堡應該不會是... 伏筆吧 看起來這個很輕鬆可以解掉的 好 這時候斯拉夫人點下了手推車 開始把經濟往上攀 還補了一個羅斯堡壘 羅斯堡壘點下之後 就可以把城堡的造價一部分的資源 變成木頭需求 就不需要花那麼多石頭 也可以到處插城堡 當圍棋來玩也不錯 好 結果下方挖了石頭村民 被抓包損失了大量的村民 1 2 3 4 5 6 7 8 哇 八村啊 斯拉夫人這時候點下了三級馬卡 還有重裝騎士的升級 正面的部分已經開始產出巨型投資機 後方稍微用村民圍一下 多餘的就稍微收到城堡中心裡做避難 斯拉夫人這裡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時代差距約為三分鐘左右 好 這裡也不等重裝騎士升級好 直接二防一攻 正面一吃 數量壓制 從攻了 收下了斯拉夫人所有的軍事單位 對 薩爾特人家裡呢 還有僅存一些工兵跟長槍兵 走在家裡而已喔 並沒有往前燒喔 正面的殘寶也有打算要嘗試來修理一下 那能修得回來嗎 巨型投資機一直在量產當中 斯拉夫人這邊肉有點斷囉 要賭更多農田 這個肉有點慘 好 武夏的護衛技術還有二攻 欸 看來要來鬼轉一個斯拉夫步兵了嗎 那薩爾特人升到帝王時代也是打步兵喔 然後我們頻道也常常在講 步兵這個單位喔 通常都是到帝王時代才會打的東西喔 因為你在封建時代或是城堡時代打步兵喔 很容易被反制回去喔 那如果到帝王時代的話 有三級板甲的關係喔 遠防再高了一點 那造價來說也比其他單位有更便宜一些 所以實用性來說 步兵確實是一個比較 適合在帝王時代出的單位 好 那看到斯拉夫人已經轉出了一些重裝騎士 這個重裝騎士要怎麼往前推進呢 好 這邊看到村民 看到村民就往前 那目前村民差距是由賽爾特人領先喔 131村對上斯拉夫人115村 村民差距約為16村左右 然後賽爾特人一升到帝王時代 即兵先按了下去 上兵先升到最好 而且現在還有移動速度的加成喔 剛剛追這個騎士其實追的很近喔 這也是賽爾特人很強大的地方 好 移動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騎兵的跑速是1.49 他的長槍兵卻有1.15 很奇怪的數值喔 正常的步兵是不可能跑這麼快的 好 這邊有少量的工兵也上前阻止 斯拉夫人這邊正面蓋堡 這邊又傷到了一點斯拉夫這邊的村民 這根城堡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唉唷 蓋起來了 但損失村民數量好像有點多 好 槍兵再繼續往前 看能不能抓掉 結果家裡的城堡直接被打爆 賽爾特人這裡補下了3攻 來增加一下正面的 步兵攻擊力傷害 哇 下方這邊大量作風騎士被戳爆啦 斯拉夫人這邊可能不能再繼續打騎兵了 對方的槍兵數量越來越多了 好 後方巨型托斯基的攻勢 也開始架人起來 正面這根城堡 可能需要拉更多的村民喔 過來反制一下會比較好 那目前斯拉夫人 沒有辦法可以打得贏這些槍兵喔 這些重裝騎士有點擺給了 好 再拆掉一台衝車沒有問題 好 中文館出了雙手步兵 好 當然這邊槍兵有夠多的關係 斯拉夫人有點打不太贏喔 好 再繼續進攻 斯拉夫人現在已經斷金囉 好 正面這塊附金挖不下來 下面的野金也挖掉了 後方的黃金也是挖光光 如果這邊還想要再轉出更多的雙手劍兵 需要更多黃金喔 把這塊金給控下來 如果這個金控不下來的話 基本上也就GG了 所以這邊最好是趕快買賣一下木頭 轉出更多黃金來 好 雙手劍兵 正面反打了回去 大量槍兵全部倒地 雙手劍兵現在拿到了上風 正面也可以考慮把石頭全賣掉 換成黃金點下劍兵有事的升級 這塊金要趕快過來挖一下 村民有要再繼續按會比較好 正面又再次開打 雙手劍兵又再次砍掉了非常多的長槍兵 但後方這四台奴炮給的雙手劍兵的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趕快拆一下後方的奴炮燒了 這邊又解掉了一個 OK 要是賽特人升到地龍時代也是轉了步兵 長劍兵也再慢慢升級上去 這邊打的是長劍兵配上工程器的組合 騎士有在少量的按喔 好 正面補了一些雙手劍兵 開始要來砍這面附近的位置 這裡附近如果被騷擾到賽特人會有點小傷喔 因為主要的黃金獲取是在這塊附近在進行著 好 那正面斯拉夫人直接挖出了一棟城堡 想要再把這個城堡蓋起來守住自己的附近 好 這邊有更多的長劍兵走路過來 好 這個城堡蓋好 好 雙手劍兵上前一戰 但賽特人這裡也升級為雙手劍兵喔 兩邊都是雙手劍兵互打 但是這邊都是斯拉夫的營地喔 這邊要扛著城堡的箭矢傷害喔 進行開戰喔 其實有點虧阿 好 但還好看起來有點誤誤開 兩邊的單位都只剩下一點點 哇 結果斯拉夫人的正面單喔 全部被擊殺掉了 一隻軍事單位都沒有 好 到底補下了劍兵友士之後 按下了更多的步兵 看來王家侍從是沒有機會點下了喔 看來光量產劍兵友士就是極限了 好 下方的這個附金喔 也拿不下來 可能要轉肉馬了 肉其實很多喔 但就是沒有黃金 好 賣了一些木頭轉成黃金 補下了三級步兵的鎧甲 羅斯堡壘的威力開始展現出來 好 劍兵友士升級好了 但資源依舊還是很極限 賽特人則是這邊經濟還不錯 現在想打什麼都還OK 而且充民術也沒有落後太多 兩邊都是差不多的 賽特人也補下了劍兵友士 兩邊準備要來一個劍兵友士決戰了嗎 好 三級的步兵板甲一升好 要上前衝鋒嗎 這個城堡其實可以刪除掉 不然有點太干擾戰場的前進路線了 好 正面開始開打 還沒有伸到劍兵友士的賽特人 被爆來一波 雙手劍兵完全扛不住 劍兵友士的傷害 直接被海淹了過去 哇 這一波是由賽特人 打出了正面 斯拉夫人慢慢的把自己的優勢再慢慢打回去 但賽特人出人不出陣 也是拉了一些槍兵到了後方 騷擾斯拉夫人後面的基地 好 食物量又繼續爆了出來 更多的劍兵友士走了過來 我繼續往後走 這時候賽特人轉出了化學 哪泥 打化學 好 這邊按了化學之後 賽特人再轉出了一些奴炮 看來還是想要扛住正面的劍兵友士的傷害 好 這邊少量的槍兵還是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確實有傷到斯拉夫這邊的經濟 好 那斯拉夫正面 開始有點打不太贏了 紅砲的數量開始堆疊起來 來到了舞台 後方的劍兵友士應該以化被擋住了 因為賽特人還有足夠的黃金 可以產出劍兵友士 那劍兵友士現在的總量 還是賽特人這邊領先 46隻的正面軍隊 加上後方這邊騷擾的劍兵友士跟槍兵 戳掉了非常多斯拉夫的村民 讓斯拉夫的村民有點落後於賽特人 好 正面 正面往前拉 應該是想要蓋城堡 但不知道為什麼沒蓋下去 這塊金還是沒有被空下來 正面的 這邊友士又再次開戰了 但是後方 賽特人有 毒號的傷害的加持 直接串燒掉了大量的劍兵友士 劍兵友士損失有點慘重 好 這根城堡如果被蓋起來的話 斯拉夫人可能就要GG了 完全斷軍的可能性 已經浮現在他眼前了 哇 家裡也BBQ 正面也打不贏 非常的絕望 這根城堡也要被蓋起來 也沒有黃金可以轉出工程器 好 居然還轉出來了 兩台 好 兩台一出來就是架了起來 這裡趕快賣一點肉 但肉現在只能賣到18塊錢 很虧啊 不能賣石頭吧 石頭賣賣 然後蓋更多馬舊 現在轉肉馬的話 只需要少量黃金喔 剩下輕騎兵 稍微去反制一下喔 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不然肉這麼多 拿去賣石的黃金有點浪費了 好 上方衝車過來 對著巨型投資機 一陣猛撞 賽特人已經升級好大衝車了 哇 巨型投資機可能不保了喔 這個大衝車 要擋住有點困難 雖然賽特人還沒點下賽特狂熱喔 所以血量還是270滴血 好 這邊的劍兵勇士 上前去抓後方的奴炮 這邊的劍兵勇士有點少 開始有點被打回去的跡象 哇 大衝車已經在開始衝撞城堡 劍兵勇士的數量來不及 繼續生產出來 要防住正面有點太困難了 現在家裡到處四處都在著火啊 還是有少讓農兵在農地裡打來打去的 斯拉夫人村民處已經降至 不到87村了 剩86 可以得加布了 那斯拉夫人這邊的肉量 也是來到了1500肉 但沒有足夠的黃金 可以傳出劍兵有事 這一塊附近真的是太難受了 賽特人打贏了正面 打贏正面之後 斯拉夫人也打出了 GG 哇 斯拉夫人出了195隻的步兵啊 但是並沒有辦法打贏這場比賽 賽特人的經濟還算不錯 來看一下 經濟的部分是由賽特人拿下了木頭的勝利 那史物部分是有斯拉夫人贏 畢竟斯拉夫人有這個肉類的加成 那賽特人則是有木頭的加成 所以並沒有 自己有加成的東西沒有數為對手 我覺得是很OK的 但黃金上來說 兩邊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最後結果是由斯拉夫 打出了這場的步兵戰爭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地形的關係 因為這個地形關係 確實讓他很慘 雖然野晶挖得早 也有... 但也有一個問題 是因為斯拉夫人 投資了太多的騎兵科技 還有重裝騎士 花了太大量的黃金 導致後方要轉兵 其實轉得很痛苦 這也是後期的伏筆 那我覺得最大的關鍵 還是中間這個地方 沒有插下城堡 如果有守住的話 那這塊金的話 還有機會可以讓斯拉夫做個反倒 甚至有機會可以直接拿下賽特人 這都是有可能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小鐵奇一點 來